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大估值除了道指是微涨的以外 其他两只都是下跌的 而且跌幅不小 上一次还是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说道指处在一个下降楔形中 它本周可能会有小反弹 大反弹看不到 结果本周呢 它仅仅是反弹了一天 周一 然后周二又开始又跌下来了 但是现在它仍然处于这个下降楔形中 所以它接下来还可能会有反弹 它今天已经出现了低九 能不能止跌呢 看DMI还是空方大于多方 看四小时图 DMI几乎已经出现了死差 它向下反转 股价才能向上反转 所以道指接下来两天应该是反弹的 至于反弹之后能不能向上产生反转 我们要看DMI指标 只有当DMI指标的多方开始向上 空方开始拐头向下 而且ADX也向下反转的时候 才会形成大反转 比如说在这里 2月14号这里 ADX黄线向下反转了 形成死差在这里 股价才开始向下反转 同样在这里当ADX向下反转的时候 股价才会向上反转 有朋友问分钟小时日线级别开线的关系 我的回答是 4小时也是比较大的级别 一天也就是6个半小时 如果有时候看日开线看不到趋势 看4小时经常它就能看到趋势 因为它比较近 如果4小时出现强烈上涨信号 那可能会涨2天至少 它是4到3倍 这是有人推算出来的 如果3小时出现强烈上涨信号 那它就会涨1到2天 也是乘以3 如果1小时30分钟出现上涨信号 可能只会管日内的上涨 如果是小时或者30分钟 但是你看的时间区间比较长 比如好几周 那它就和日线级别一样 它也能看出趋势 说完了道指接下来会有小反弹 我们再看纳指 纳指也是在一个下降楔形 但是仅仅涨了两天 今天它又跌下来了 但是现在它仍然在另一个下降楔形中 我们移动这条线 就看到它在这个新的下降楔形中 所以它还会反弹 问题是它是不是要先回落到这个楔形的下缘 然后再弹起来 最后才能突破这个上缘呢 它要先向下 今天呢 它在3比1这条线上得到了支撑 止跌了 但是我们看MA 它跌破了200日均线 这是长期的牛熊分界线 摩根大通警告 如果标普500指数跌破关键技术点位 200日均线 追随趋势的量化交易员们 可能会大规模抛售500亿美元的股票 200日移动均线是一个长期指标 交易员们通常使用它来识别和交易长期趋势 如果价格高于200日均线 则可以寻找买入机会 如果价格低于200日均线 则寻找卖出的机会 量化交易呢 现在很多基金经理 他使用量化交易 他就是把自己的投资策略写成程序 然后让程序或者说让机器人替自己去买卖股票 不管摩根大通平常说的话有多假 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当心 我们看纳指期货 这会是下跌的 他正在下穿200日均线 今天出现低九 但是这个低九不知道是否有效啊 看四小时图出现了MACD的底背离 所以也许他会有小反弹 但是反弹过后可能继续下跌 所以纳指也有可能像这里 9月23号这天他出现了低九 然后横盘有小反弹 然后又下跌 再反弹 后来还破了前低 真的有这种可能啊 所以现在是200日均线保卫战 如果接下来两天 他能重新暂回200日均线 事情也许会有好转 如果不能 他就会到下一个支撑 到0.145这一条线上 11000点 美联储现在很难办 以前总说这好那好的 这数据一出 觉得折盖不住了 经济真不好了 通胀 加息 中美关系恶化 曲线战争等等 都不利于股市 我们再看标普 标普的情况 比纳指要好一点 他今天还收在200日均线的上方 但是在盘中 它是触碰到了这个200日均线 迅速的弹期 他今天也出现了低九 那么他会不会在这里止跌呢 上一次我们给他画了这个下降薛行 说他是反弹的信号 他现在呢 他仅仅是反弹了两天 他又今天下跌了 我们移动这条线到这里 这仍然是一个下降薛行 他仍然会有小反弹 那么明天会直跌反弹吗 我们看标普的期货 期货也是最能反映问题的 期货现在是下跌的 所以标普 他很可能也有在向下 然后才能向上 再弹出这个下降薛行 他也是向9月23号这里 在这里出现了低九 也是在这里盘整反弹 最后又下跌反弹 破了前低 但是这次的下跌幅度 他可能远不及8月份 因为他的DMI就没有这么大 这里的DMI从60以上往下翻转 现在显然没有啊 但是他是空方大于多方 就怕他阴跌着盘整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200日均线保卫战 当然200日均线 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位 但是我们不敢说完全相信 他就能支撑住 准备好下一个支撑位 是3908点 下面我们看几支个股 第一个是Tesla Tesla今天是下跌的 即昨天下跌之后 今天又一次下跌 盘后大跌5.5% Tesla其实他就是买谣言 卖事实 以前他几次大活动的时候 都是这样 今天的Tesla投资者日 最大的新闻就是 他没有宣布 他的第三代汽车 以前他有Model Y Model 3 但是这次他没有 第三代汽车 还有他下一个超级工厂 建在墨西哥 但是也宣布了两款 马上就来的车型 就这也会让市场失望 其实不管今天如何 华尔街来说 他事先已经知道了 人家就是期望Tesla会下跌的 在两天前 Barrons 巴伦周刊就说了 说Tesla's investor event will move the stock Wall Street expects it to fall 人家早就准备好 让它下跌了 在Tesla的投资者中 散户占40% 机构占大约60% 有一个图 很多种股票他都不一定的 有的股票散户愿意买 有的股票都是机构们在买 Tesla今天已经向下吃掉了 这个周一的 这个向上跳空缺口 一旦这个缺口被捕上 它就不再有向上的爆发力 Tesla现在也是走出了M顶这里 右边比左边低 而且盘后跌到了190 它下一个支撑位是0.382这里 183 下一个是英伟达 它最近呢 这也是华尔街的一个杰作 在这一天大涨14%点多 然后这两天又开始大跌 这属于暴涨暴跌 它今天呢 跌破了这个0.5这条线 227盘后还在跌 它在这个上升楔形 上一次我们给它画的这个上升楔形 所以它下来一定会跌破这个楔形的下缘 到这里 它下一个支撑位也许是221 现在很容易达到了 也许是204都有可能 在这条线 0.382 很多人都买了英伟达的Pud 这两天多少都有赚到 想要买入的 在下方可以买入 200亿或者上下差不多了 要不要卖的问题不好回答 如果是长线就长期持有 就像巴菲特一样 一般买进去股票它不动 动就是卖的时候 如果做超短线的 有的看五日均线 如果跌破五日均线 就像今天早上 它也卖掉 或者你看SAR指标 总之自己控制好风险 下一个是ARBE 这是一个最近才冒出来的股票 小市值三个亿 它2020年其实已经上市了 当时上市的激光雷达股票 一时间有很多 但是这个是4D毫米波雷达 现在正热的 是Tesla正在需要的 4D毫米波雷达 这个是它的网站 叫Arbe Robotic 它还有中文 雷达革命 它是ARBE 它是通过启用 真正安全的驾驶辅助系统 推动实现零道路死亡的目标 同时为全自动驾驶奠定了基础 这个4D毫米波雷达 它的价格低廉 它比激光雷达有成本的优势 而且它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 这是它的优良性能 看着前景是不错 那么现在能不能抄底呢 有一句话是急跌不抄底 它今天大跌15% 盘后还在跌 它跌破了5日均线 今天 下来它可能就会到4.9这里 来补这个缺口 现在是5.9 最起码等它重新站上5日均线的时候 再进去 就是每天要观察 这种小股票适合做超短线或者波段 下一个是Google Google今天是逆势上涨 上一次我觉得Google在这里出现了KDG的背离 这个低点是向上 它股价向下 这种背离它至少有小反弹 它可能还能涨 想要买它的话 有的朋友说想要买Google 买它的话 最好的参考指标是RSI 当RSI从下上传50的时候买入 这是最保险的时候 永远记住这一句话 就是当RSI上传50的时候 是绝好的买入机会 比如说在这里上传50了 从这里开始涨了吧 在下面这里 它没有上传50 它就一直在这里震荡 在这里也是上传50的时候 是个很好的买入机会吧 最后一个是AI股 C3.AI C3.AI今天大跌了8% 跌破了5日均线和10日均线 它昨天还在5日均线 10日均线以上呢 今天遭到了抛售 但是它在30日均线处得到了支撑 也是0.236的位置 20.7 现在就看它能不能在这里得到支撑 看它能不能向上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 如果它跌破了这个支撑位 就先出来 等到机会了 再入 今天是临时加做的视频 视频出的比较晚 也感谢大家观看 关注和转发 有问题和看法请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